为孩子们做了最好的身教 恭喜杨女士措选2024年容济主亲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毕竟杨女士一路走来不容易 从中国大陆江西原价来台 先生却因女儿的先天残疾提出离婚 独自抚养女儿的她 面对庞大的费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 却丝毫不庆怒 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另外来自湖南的刘女士 也展现出柔软坚韧的生命特质 2018年丈夫离癌 她便独自扛起一家人的生活 靠经营面摊维持收入 还要同时照顾丈夫和两个儿女 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但她仍然保持正向积极 今年母亲节 共有13位身处清寒弱势家庭的母亲 获得柔韧母亲奖项 她们虽然各有不同的生命经历 但纷纷超越环境限制 展现爱的柔韧 在困苦的环境当中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努力 母亲们在困难中坚持不放弃 在逆境中更难能可贵 TV的新闻杨清波刘一轩 台北这么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